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消除妒忌 在之前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乙望我怎么样去消除这个妒忌的心态 因为每当我们妒忌某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这种冲动气氛愤怒 会好像总是逼着我们 让我们去不自觉的想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那大家都知道乙望是一个变态正能量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负能量 我们都可以把它转换成正能量 其实我觉得妒忌要比羡慕更有动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仔细想想 妒忌与羡慕 羡慕别人与妒忌别人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仔细去想想有什么区别 一般呢我们会妒忌那些 我们认为不如我们 或者是说 我们认为和我们的各个条件都差不多的人 当他忽然间有某个成就 或者是某一个很好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会产生这种妒忌的感觉 相反的 如果这个人特别特别优秀 优秀的不得了 而他得到了什么成就 得到了什么成功 我们就很羡慕他 就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而且就说知道 我自己是不可能和人家比的 所以说只能是羡慕了 只有羡慕的份 所以我为什么说 妒忌要比羡慕更有动力呢 因为当你妒忌一个人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好强好胜的人 就会妒忌别人 对不对 那在你妒忌的时候 你肯定是认为这个人哪里不如你 或者是你认为这个人资质平平 或者说和我差不多 出身差不多 凭什么你可以得到 我得不到 对不对 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去推动自己变得更优秀 推动自己变得更优秀 可是呢 很多人把这种力量用错了地方 就是别人 很多人会被这种妒忌当成一种魔鬼 去推动你去一些 去说人两句啊 去陷害人家两句啊 或者说去做一些让人就是不好受的行为了 这就表示你把这动力用错了 我记得我以前啊 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个实验 我发现人的妒忌心上来的时候 有些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想要去做一些让对方难受的事情 真的会这样 而且这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 那如果我们用变态这个能量的方式 把这个动力用作自己变得更优秀的动力的话 哇塞 那就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而且这个动力绝对不是说只是胡思乱想的哦 因为照理说 这个人如果资质平平 这个人如果不如你 人家都做到 为什么你做不到 对不对 与其你把这股力量用在去让别人难受 用在去损别人 嘲笑别人 说别人 不如用在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你不是觉得你资质比他强吗 你不是觉得他不如你吗 为什么人家可以你不可以 那你做做试试了 是不是 就像我当初做YouTube的时候 我就说 哇塞 人家美国大妈 人都可以做 为什么我不可以做 就像你们看到以往的视频一样 以往都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动力 去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所以我说妒忌要比羡慕更让你有动力 更让你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 因为你羡慕只是一个心情 而妒忌可以变成一种动力 并且学会把这个动力用对了方向 就是说用在自己身上 不要浪费在别人身上 而且你浪费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是在做一些伤害别人 让别人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分分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那种 不好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很多不好的首尾 你还要去想办法去挽回 因为真的是人在嫉妒的时候 会容易做出一些很冲动的行为 而这些冲动的行为 真的是只能是让别人看笑话 别人只会觉得 哎呀你这个人 摆明就是妒忌 摆明就是妒忌 所以这个妒忌词一说出来 并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我认为妒忌是一个好的能量 我们应该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好的动力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在你身边 看到某一个人让你妒忌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人分分钟 可能是一个你非常好的榜样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说当我们人经常是在三六九等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想要去跨越自己的一些缺陷 想要去得到进步 可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的盲点 我们自己的思维是看不通看不透的 你与其去比较那些天生励志 或者条件本身就比你好的人 他们如果你去和那些人比 那你肯定是找不出你自己的盲点的 那还不如去找一些 你认为那些不如你 或者是说他的资质 各个方面和你是同类同等的 那他是怎么成功的 其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你去学习 并且更容易引导你成功的这种好的榜样 所以我之前不就说了吗 越遇到这样的人 你应该去思考 他成功必定有他的原因 当你妒忌心上来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的是 这一个人应该是我的一个好的榜样 我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人 他的资质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成功的点在哪里 我应该向他学习 分分钟你可以通过他 找到自己的盲点 并且可以跨到下一个高度 所以这么样说来 妒忌不是坏事 对不对 妒忌是一个很好的搜索隐形 他可以帮你找到那个 真正可以带你前进的好榜样 而同样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你真的认为人家不如你 那你就应该努力的做到比他强 不要浪费了心中的这种妒忌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种能量 它可以推动你成长 推动你成功 同样的呀 当你真正达到了你的这个目标了 你这个妒忌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 对不对 当然关键还是得要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因为很多人啊 往往呢就是有这种攀比的心态 因为他总觉得 别人某些方面强过我 他们就是好的 所以我一定要强过他 我才能是好的 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可能并不知道 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所以你只能靠对比或者去靠高过于别人来去评价自己 就说才能才能知道自己是比较优秀的 如果你低于别人了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否定自己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如别人的 觉得会觉得自己爱别人一等 所以才会燃起这种妒忌心 燃起这种好胜心情 虽然我说不要浪费了这个妒忌心 但是同时大家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妒忌的心态 一直在你心中不停的燃起 不停的燃起 里边可能就是你评价自己的自我价值 就是必须要比别人高一等 你自己对你自己是完全是没有一个 确切的分析和确切的了解 或者是自我定义一个价值在里边的 你只是在靠和别人比对 来确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这样会很累的 因为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这世界上永远会有一个比你还厉害 永远有一个比你还高的人 所以我们从妒忌慢慢的引向自我 尽量的去了解自己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尽量的去定义自己的自我价值在哪里 要从自身上去寻找 而不是从他人身上去寻找 而且他人永远是帮助你成长的 并不是来定义你价值的那个对照品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